進出有據 無謂無據 我是呂宇軒 您現在要收看的是海豚交易室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我是Mr.海豚范振宏 那今天的大盤就全天震盪 那政府好像不到70點啦 不到70點 那其實就是一個量縮 也不能說量縮 因為今天的量還大也越均量 那今天這個盤其實跟海豚前兩天 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說這個短線墮落加速 進入過熱狀態了 要留意一下 頻繁的常上引線 或開高走低 這個狀況可能會變得比較頻繁 那今天的確開始盤中 中小型個股有這個味道 那另外今天的短線墮落加速 有一些些微的變化 這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另外呢 昨天兩個聯準會官員 一個是Waller 一個是Willis 他們講了什麼話呢 讓美股昨天出現了下跌 一般來說最近聯準會的談話 不是說市場都不太甩嗎 怎麼突然 好像有點不一樣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今天的節目 我們現在直接開始 好 那我們先看 Waller他們講了什麼好了 好 那FED理事 這個Waller 就是說到 利率可能會高於市場預期 抗通膨戰爭尚未結束 這個其實 好像是廢話 為什麼 因為從去年的10月開始 一直都是在講這些話 那Waller呢 表示1月份的 非農就業新增 21.7萬人 脫險就業市場的強勁 那可能刺激消費者的支出 而從而維持通膨持續升溫 那因此呢 FED需要維持目前的貨幣緊縮行動 那另外呢 即便美國的薪資成長有所放緩 但Waller認為這還不夠 那其實主要呢 就是前幾天那個 鮑娥提到的 就是服務性的通膨 其實基本上目前還沒有正式的見到轉向 這也是聯準會目前最擔心的事情 那但是重點呢 其實不是Waller的放音 而是這個紐約FED的總裁 那個威廉斯 那他說表題是下說央行5.1%的終點利率 預測非常合理 但是他也有提到 就是說FED呢 需要把利率提高到限制性水準 並維持幾年 也就是這句話呢 讓昨天市場有比較明確的利空反應 那以確保呢 通膨率可以回到2%的水準 那隨著時間推以後 讓利率回歸到更正常的水準 其實呢 這個限制性水準 其實聯準會一直沒有一個明確定義 到底什麼是所謂的限制性水準 那其實市場是猜測就是所謂的實質利率 那什麼是實質利率呢 實質利率呢 就是明目利率 也就是目前的基準利率 去減掉目前的通膨率 那目前的通膨率的指向呢 是要去看核心PCE的數據 那也就是說 我覺得大家也不要過度緊張啦 我覺得未來還是有可能會降息 因為只要衰退的話 那聯準會一定是會被逼的降息的 那他這維持幾年呢 我是覺得說 他們的意思應該是說FED的長期目標 又把這個實質利率呢 是維持在 應該說是把利率水準維持在實質利率 避免通膨重複發生 因為過去的8到10幾年 然後基本上 就是一直都是處在一個負利率的狀態 就是實質利率為負 導致熱潛持續的流通在市場上面 讓市場蓬勃的發展 也造就了過去10幾年 股市呢強勁的上漲 那目前就是要把這個 限制性的水準 也就是實質利率維持在正值 那也不代表說未來不會降息 而是就是要 就是可能未來核心PCE 持續有順利的大幅的降溫的話 那自然他的實質利率的空間 就是我說要對比的話 怎樣 就可能從5%多 慢慢降到4%降到3% 大概會跟實質利率呢 跟這個PCE啦 核心PCE維持可能 不到1%左右的差距 但是會大於這個核心PCE 所以我認為說 他昨天的鷹牌是有道理的 單純說他講這句話 也讓美國的市場是有出現修正的 只是呢 我必須要講 雖然說 最近好像有一點風雨欲來的感覺啦 因為好像市場開始重新貼合這個 FED的看法 也就是今年全年是不會降息的 因為從目前的FedWatch來看 目前的這個 今天我們沒有準備圖啦 就是 就是 市場的中端利率目標來到5%到5.25% 雖然說前一天 卡斯卡利是有提到說 他目標是5.4% 那等於說要持續升級到6月 那但是這是我們繼續看下去的啦 那目前道琼呢 基本上也還是在整理區間 所以昨天跌了0.61% 費半呢昨天跌了2.19% 但其實也沒有形成小型的頭部 那斯達克昨天跌1.68% 一樣沒有形成小型的頭部 所以我是認為 短線美股跟台股一樣 都還是處在一個高檔震盪 而且是震盪偏多的格局 這個看法是不變的 那至於從頭出現反轉呢 我是覺得線圖會告訴我們啦 那目前來看整個盤的狀況 就 大家知道總金不好 那看空中也還是很多 那我還是認為 目前技術面告訴海豚呢 還是要偏多處理 偏多處理 偏多處理 對 等一下 我的Siri突然響了 為什麼會突然響呢 等一下喔 那我關一下 好 再來回來 我們就來看今天的大盤 跟一些類股的一個狀態 那其實呢 今天的短線多樓加速跟長線多樓加速 其實都同步進入過熱區 那海豚有跟大家說過 只要進入過熱區呢 那基本上市場要進入一個做頭的機會呢 基本上是大幅上升的 但是也是有例外 就是2020年的12月 那一波的上漲 那一波是台積電帶動的上漲 我們看一下喔 不是你 是這個才對 2020年的上漲啊 這一波去那一年的11月 到隔年的1月 1月中這一段上漲 基本上呢那時候的長短線也都是過熱的 但是呢 指數卻持續上漲 為什麼 因為資金集中在少數的個股身上 那就是誰 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就是那一波大噴發的嘛 那那一波的台積電噴發 讓全市場都看台積電表演 那當然大部分個股呢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動 大部分個股都沒什麼動 中小型股啦齁 那也就變成說 大阪在漲殼 中小型是在回落的 也照就說相關的整個數據呢 會看到後面是修正下來的喔 因為中小型轉弱嘛 那但是呢到了 那時候後來到了 那個2月份之後呢 就過完年之後呢 反而降風之後就重新拉升 就重新轉向 中小型個股又再次的火砰亂跳 因為台積電漲夠了休息了 但是這一波有沒有有辦法一樣呢 我是覺得機率是不大的 我覺得機率是不大的 比較可能的方式呢可能還是 橫盤震盪 然後個股輪動 然後大部分的可能反彈結束的這些中小型股呢 可能就有機會進行修正 因為均線也會拉上來嘛 那反而才會去讓這個短線多樓加速過熱去做一個降溫 那長線的部分也是一樣 所以大部分 所以接下來操作呢 也跟大家注意的事情就是說 接下來族群輪動呢可能會轉弱 沒有聽錯族群輪動會轉弱 但是呢少數的強勢個股還是有機會續強 因為他們有基本面支撐 所以還是要強調啦 為什麼海豚在去年這一波下跌 雖然海豚空單為主 但是海豚的多單從來沒有停止過 那就是因為海豚選了多單呢 不只抗跌有時候還會逆施上漲 就是因為海豚都選的是有基本面 有獲利在支撐的 那自然下跌的時候就會有人去買盤去做一個承接 那就不容易翻空嘛對不對 像去年的不管是美食 還有那個冒順 那個都是那時候大部分在下跌的時候 都是撐住的 都是直接在撐在這個季線上的個股 因為其實說實在海豚去年做個股也就少數幾檔 好那這部分就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另外就是說也要留意一個關鍵指標 這是今天海豚在盤前分析裡面寫到的 也就是說美元指數呢 接下來有沒有重新轉為漲勢後 可能會是牽動台股有沒有機會做頭反轉的可能性 為什麼 因為這一波的M1B跟M2的年增率負值 基本上是在擴大 所以代表說長線的資金動能是沒有回來 但是短線呢 因為台幣的貶值向下 台幣的升值向下是升值黃色的 台幣的升值呢 變成說國際熱錢湧入台灣 去推升了近期的台股的一個漲勢 如果說接下來美元重新回到這個漲勢的話呢 不是黃色是美元 對黃色是台幣 美元對台幣 這個藍色是台灣加算指數 如果說美元再次轉強的話 代表說台幣又要重新回到貶值的一個階段 那台灣如果再次貶值代表什麼 熱錢就匯出了嘛 那熱錢匯出的話 台股就容易失去支撐力道 也代表說外資可能又要再次進行 轉為賣超 大家可能留意一下 那整體的話 我是覺得技術面其實沒什麼好觀察的 因為現在就是 也沒有頭部 短線時期線還沒扣高 下禮拜才會扣上來 所以你最快完成兩週頭部也要下禮拜 那也可以提醒一下 下禮拜二 下禮拜二 剛好要公佈這個CPI數據 那目前呢 公佈這個看這個CPI數據 有可能這個降幅會不如市場預期 因為這個二手車的價格有出現反彈 那一些能源價格像油價 在一月份也是有出現反彈的 所以對於一月份的CPI數據 可能不能說降幅會很大 會降的 但是可能降幅不會很大 這就是我們之後再來幫大家去做一個追蹤 那技術面大家是這樣 那今天剛才有說到嗎 今天蠻多個股盤中都出現一個比較劇烈的震盪 比如說像比較明確的 比較明確的可能是 像這個 公佈了營收 營收創歷史 不是創歷史 創這個一年來新高 這首次突破20億水準 那今天卻開高走低 那吉海團友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操作觀念 營收公佈前漲 那營收公佈很好的話 小心什麼 利多出盡 那這也是一個例子 那另外就是 幾檔比較熱門的股票 像62535的滑幅 不要看今天收得不錯 盤中也是有個劇烈的震盪 是上中下系 所以那些短線如果你要去做追高的話 他算收得好 運氣算不錯的 如果萬一他收的是醜線的話 那就麻煩 那就麻煩 所以這個 短線呢 要留意一點 像高利也是有上影線 不過他也算收得還算OK的 至少不是變成跌啦 那說到收到變成跌 就是這一檔 就是創意 這個就比較明顯就不舒服 但是還沒有到讓我想要獲利了結的這個位置 那就持續看下去 那當然像這個之前的3207 耀頓就持續的震盪整理 然後最近是 整理的我覺得還滿不錯的啦 就看營收公佈有沒有機會 再來去拉升一段 最後大家最關心的就是這個4743 這個昨天漲噴 昨天才噴 今天怎麼又開高走低 那我覺得就是輪動啦 另外就是 就撒力數一下好了 還能覺得 因為他現在就在等什麼 等藥證 等中國的藥證 等美國的那個醫材授權 那如果說在藥證跟醫材授權 在公佈之前就已經大漲 那你想公佈之後會怎麼樣 跟他講營收一樣嘛 容易利多出境嘛 所以海豐會寧願會說 希望他說 你就在這邊整理就好 你也不用大漲 但是呢 就好好的等那個藥證公佈 我們再來好好的攻擊 那但是如果說 在這個公佈之前 就已經連續大幅的噴出 那反而就要留意 這個醫材相關的藥證 這利多公佈之後 反而容易利多出境 好不好 好那既然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那一樣喔 如果喜歡海豚的分享的話 記得幫海豚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 那海豚呢 不時呢 會有時候禮拜五 或是放長假的時候 會來大家可以突襲直播 在家跟他聊聊天 那大家要記得 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好那還沒叫海豚Line生活圈的 記得掃一下QR Call 那想當海豚的學員 記得掃右邊的服務表單啦 那祝大家操作順利 掰掰 華冠投顧 首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新字帝015號